这个蘸料 这个蘸料 我们有的时候会发现 在很多有名有样的一些火锅店里面 它的蘸料真的是都是秘制的 它甚至说 它会给自己标注 秘制专用火锅蘸料 然后你去吃它 你不知道它那里面就能调过什么东西 今天跟大厨学大厨家里面秘制的什么样子 今天学这个 就是我们在家里自己调的那种感觉 这个是 这个是花生酱 这个是芝麻酱 芝麻酱 一般的花生酱的颜色会比较浅 对 如果你喜欢你的酱料 就是带一点点颜色 那你就芝麻酱稍微多一点 如果你喜欢吃那种浅颜色的 那你就只用花生酱就足够了 好 其实花生酱和芝麻酱口感也不一样 这个花生酱它可能更诱滑一些 而芝麻酱可能说它更有一点点 就是沙沙的那种 是不是 现在咱们今天调一个人的料 好 你这个呢 两汤匙稍微少一点了 就是说咱这个花生酱需要用两汤匙左右 就是这一下子差不多有30克左右 30克就是这样少走两汤 像芝麻酱呢 我比较偏向于少一点 好 现在还是比较干的 它这个整个的芝麻酱的状态呢 就是这么一小汤匙 现在先不调是吧 要调 现在开始调吗 要调呢 拿什么调呢 我们花生油 花生油 这个花生油可不是就是我们这个瓶子里的 我们要烧过 要给它烧开 做成熟的 就是说我们已经是在锅中给它加肉过一遍 对已经是成熟的 它凉了它也是熟的 对 好 这是大概是四汤匙左右 对 我们慢慢的根据我们的这个酱料呢 给它卸开为准 有用油来卸它 这样这个粘料会比较腻呢 不会不会 不要担心 还真是 一点花生油这样卸就润很多了 对 尤其是那个芝麻酱呢 它比较硬 对 一定要给它碾开 一定要那些小颗粒了 一定要给它碾开 把它卸开它 当然你在卸的时候你就会闻到那个花生酱 它味道真的是太足了 这个卸花生酱的时候呢 我们也手法上也要讲究一下啊 不要左脚右脚的 那应该怎么样 就顺着一个方向去搅 就方便它整个这样混合 接下来我们加什么呢大叔 好 我们调细了以后呢 看感觉它能往下流了 这个感觉就不太不行 还得再调一调 可以再稍微再加点 再调一调 好 好 一点点油就 OK 然后就放盐了 糖 就是来点糖 对 味道还真是够符合的 然后呢 这个胡椒粉 火锅底料里面还需要 火锅盐料里面还需要加胡椒粉 然后我们准备了这个豆腐乳 豆腐乳 吃火锅必备的 对 一个人呢 这个一勺 好 这个就看大家的口味 如果喜欢吃咸的 你如果两个人吃呢 你就给两勺 没错 然后放韭菜花 韭菜花 韭菜花酱 韭菜花呢 北京产的呢 韭菜花呢 会比较淡一点 对 那个韭菜花的香呢 会浓一点 很香的韭菜花的滋味 然后这是放红油吗 醋 鱼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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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我们用虾油也是可以的 但是虾油要少给 鱼露 来一点 好 鱼露一般做这个东南亚的菜 会用的比较多 好 再来一点花雕酒 这个酒呢 我们给一点 这个感觉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在蘸料吃的时候 有时吃肉啊 吃鱼啊 这种有兴气的东西啊 它会给你剪一剪这种腻 一勺的花雕酒 好 这时候就放酱油了 酱油呢 给一点提提这种酱香 然后呢 我们给那个矿泉水 或者说凉开水 都是可以的 就来一点水这样子谢谢它 免得的话它的口味呢 会太干涩了 这个水量呢 一开始不要加太多 如果我们调一调 感觉它比较稠 然后再加 如果说它稀呢 就不要再加了 这个呢 我们可以逐步的来掌握它 好浓的滋味啊 那如果说你觉得它稠了 那你这个呢 还可以再加一点点 好 个别的好 其实大家知道 这个角的蘸料的时候 有时候是越搅越干 是吧 对 然后你放一下 它会更干 对 就是这种感觉 好了 这就是一份 今天我们给您精心调制的 火锅蘸料 那么这火锅蘸料 大嘴再给您强带一遍 首先第一步 你要用两汤匙所有的花生酱 配那么一小汤匙左右的芝麻酱 然后少不了的呢 就是放点糖 胡椒粉来一点 当然这时候用什么卸开呢 用熟的花生油 免得出来那个生油味 随后呢 你需要加一小汤匙的花雕酒 然后呢 半小汤匙的酱油 再来一点水 当然 豆腐乳 韭菜花 火锅蘸料 必不可少的 你自己都明白 当然还有一个调味品 就是鱼露 你需要放上一个半汤匙 这就是我们今天调出来的这样一个非常棒的 火锅蘸料 调完了以后 咱们这个浓稠度怎么看呢 就把这个勺子啊 翻过来一看 它上面能粘满这个勺子就可以了 好嘞 咱们再来一遍